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九节 第五章一到九节提到在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在彼士大池边医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病人 第十节到十八节提到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 那么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十七节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犹太人针对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想要杀他 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他犯了安息日 但是呢更严重的是他把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经文 从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七节 其实就是耶稣在回应犹太人的这一个 对他的指控 那么今天所要看的主要就是 耶稣要来澄清 要来表达他和父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更进一步来彰显他的身份 耶稣对他们说 我时时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他的意思是只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 主动做什么 我说这一段是耶稣要启示他和父的关系 他怎么介绍自己呢 他说我不主动做我的事情 我所做的呢都是天父告诉我的 所以他说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一个大原则是天父要我做什么 天父做什么 天父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OK 那么在这里表达了他与父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看起来是一致的 因为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但是在这里好像也有一个关系上的基督他自己自我的降服 耶稣自我的降服不表示他是次等的 在三位一体的神是同荣同尊的 但是在这里耶稣选择他自我的降服 降服在父的旨意的里边 所以他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又好像有一个降服的关系 那么所以这里十九节大概是耶稣他对于他与父的关系做一个总挂 我自己不做什么 我不主动做什么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着父的旨意做的 看见父做的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二十三节呢 这里就介绍了父做了哪三件事情 父爱子就是第一件事情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只给他看 意思是 使耶稣就完全知道父的旨意 因为这里说到 父将自己要做的一切是只给耶稣看 所以耶稣就知道父的旨意 而且耶稣可以照着做 第二件事情是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只给他看 叫你们稀奇 这个更大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二十一节 就是叫人稀奇的更大的事是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叫他们活着 只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死人活着 这个叫人稀奇更大的事就是 叫死人活起来 这里的死呢 是指的灵性的死 在以夫所述二章一节 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这个死指的是我们与神关系的隔绝 在灵性上的死 那么 所以第一点呢 是 这个 父爱子将一切的事只给子看 第二点呢 是 父呢 将死人复活的事情 托父给子 OK 那第三个呢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 全交于子 叫人都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一样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说 这个父神把审判的权柄 权力交给子 所以这里父做了三件事 第一个 是向子显明他要做的事 所以子可以全然明白父的旨意 并且可以照着做 第二个呢 父将死人复活的事情 交给主 交给子座 耶稣可以使人生命 得着生命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呢 是审判的权柄 父将审判的权柄 交给耶稣 这个生命 使人得生命 以及审判 在旧约犹太人的观念 这都是父神才能有的 所以这里耶稣要强调是 他要彰显出他的身份 他要彰显出来就是说 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 其实我就是神了 你们应当信我 那么你们应当信我 这件事情是因为父 父要我做的 OK 那么接下来 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呢 是如果父这样做 父把他的心意告诉了子 父把死人复活的权柄 交给子 父把审判的权柄 交给子 那人应当怎么回应呢 就是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猜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使入身了 如果子已经知道 父所有要做的事 都子明给子看了 子知道父一切的奥秘 所以子所说的这件事情 你必须相信 你要相信我的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的话 又信猜我来者的 其实意思是说 那听我的话 就是相信猜我来者的 相信父 听我的话 相信父 就有永生 你听我的话 就是相信父 因为我的话 就是从父来的嘛 所以你听我的话 就是相信父 猜我来者 就是指父神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使入身了 第二个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使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 就要活了 因为父 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别的翻译是 父是生命的源头 父是生命的源头 他吃给他儿子 也有生命的源头 OK 所以第二点就是说 前面提到 父把使人 复活的权柄赐给子 所以这里就说 那现在就是了 我就是子嘛 那所以呢 这个 时候将到 就是现在 使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就是24节讲的 听我的话 信猜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你要是现在 你就听到我的声音 相信我所说的话 相信我说的话 就是我是谁呢 我就是那光 我就是那个 在太初与神同在的道 我就是那个 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天父完全彰显出来的 那一位 你相信 那么你现在 就可以有生命 因为父 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 而且他把生命的源头 也赐给了子 第二十七节呢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 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前面说到 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 这里就说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出来做什么呢 出来受审判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之前在查考 启示录的时候 有说到 在白色大宝座面前 所有的人都要 已死的人 都要复活受审判 基督徒要复活 有非基督徒也要复活 全部人都要复活 然后受白色大宝座 这里在讲这件事情 他说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这里的行善 做神的功 在六章二十九节 耶稣有自己定义 二十九节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行善是行 神所喜悦的一切事 神最大的喜悦的那件事 就是相信神所拆来的 就是相信耶稣 所以这里所指的是 信靠耶稣的复活得生 不信靠耶稣的 就是作恶的 复活定罪 所以 这一段 前面提到 父 托父子 或者父子是子 或者父给子 这个 叫子看见父所做的 给了子 使人 得生命的权柄 给他审判的权柄 那么 我们应当怎么样 我们应当 要相信神 我们应当 这个 现在 就是现在 我们应当要 接受这个生命 并且我们要知道 将来我们要受审判 我想 这是这一段 耶稣要让我们明白的 前面 我们这一整段的经文提到 只完完全全的顺服神 父做什么 他才做什么 我想耶稣也给我们 做了一个榜样 我认识一些很棒的牧者 或者弟兄姐妹 他们非常的有生命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真的就是 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父神所喜悦的 就成为他们的喜悦 父神所厌恶的 就成为他们的厌恶 他们的生命 就活在一个 很大的荣美 很深的喜乐里面 盼望 我也深切的期盼 将来我的生命 可以像 这些牧者一样 甚至我盼望 我们可以效法 耶稣基督的榜样 父喜悦的 我们喜悦 父 不做的 我们不做 父要我们做的 我们尽力 忠心的去做 另外这里 就特别提到 他说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 就要活了 我不晓得 在视频 在这个影片 在看这个影片的人 是谁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现在就是 这个现在 也是指的现在 在当时候的 犹太人 读者 看到这一段话 他们就可以 做一个决定 我要不要相信 耶稣的话 要不要相信 耶稣是天父上帝 所拆来的那一位 如果我们现在相信 现在就接受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他就是那个光 接受他就是 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父神彰显出来的那一位 我们就要得着这个生命 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生命 事实上 在这里 现在就是 他就是在挑战 所有的读者 看见的人 听见的人 必须做一个决定 相信 或者不相信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跟这个生命 失之交配 祂是真神 祂是有生命 祂真真实实是 赐下生命的那一位 愿意 看这个影片的人 都能够得着这个生命 最后提到 我们的主 是审判的主 我想对我们来讲 不应当是一个控告 事实上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世家上了 因信称义 我们借着信 我们被称为义 称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语 其实保罗 已经把将来审判的结果 先告诉我们了 将来在天上审判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被宣判为义了 这个审判的权柄赐给耶稣 我认为应当是我们的动力 应当是我们的安慰 应当是我们的盼望 我知道在教会里边 弟兄姐妹 比如说在生意上 被合伙人欺负 或者在跟人的相处里边 你受委屈 我们有审判的主 不管我们现在受什么委屈 好像受亏损或者有损失 但是在主那里 我们的理在上帝那里 上帝是审判的主 他要把公道还给我们 现在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 我们与人和睦 神在神那里 他要把更大的恩典 祝福赐给我们 审判的主要成为我们的盼望 因为将来我们在天上 行善地复活得神 事实上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是 按着神心意去做 信靠神 我们不仅复活得神 我们要得奖赏 我们要得称赞 我们要得冠冕 我们要得荣耀 但愿这个复活的盼望 成为我们的力量 奔行在路上的力量 受欺负我们不害怕 受欺压不害怕 因为主是我们的力 他要为我们生冤 在天上那个审判 成为我们的荣耀 因为我们行善地 信靠于主地 复活得奖赏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